OK那么在这一期视频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通过音色去判断延时效果的种类 那么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考一下你们 看你们能不能通过我之后的试谈里面去判断哪个是数字延时Digital Delay 哪个是模拟延时Analog Delay 哪个是磁带延时Tape Delay 那么在器材方面我用的延时单块是来自Source Audio的Collider 那么除了延时种类的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设定我都调成一致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马上开始 OK那么现在来公布一下答案 第一种是磁带延时Tape Delay 那么Tape Delay它的音色特点是有一种脏脏的烂烂的 有点破旧的感觉 然后在它循环的时候 这个也很重要啊 你们会留意到它EQ上高频会明显突出 然后低频会减少的 第二种是Digital Delay 数字延时 那么数字延时的音色特点是干净冰冷通透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在整个Mix里面Stand out出来 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听得出来就比较突出 那么它在循环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EQ是几乎保持不变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 那么第三种就是模拟延时了 Analog Delay 模拟延时的音色特点就是很明显的温暖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它的音色比较复古 比较Vintage 相反 数字延时的音色会给人感觉比较现代 好 那么模拟延时在Repeat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这个高频会减少 很明显的减少 我再示范一下啊 好了 那么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去听一下 当我弹第六弦 他们在这个延时效果在EQ上的变化 因为我觉得 我刚才试了一下 弹第六弦的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好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那么首先 现在我用的是数字延时Digital Delay 弹第六弦 好了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呢 都是general speaking 一般而言通常而言 凡事都没有绝对的 就比如说我最近刚入手的 Stryman Volante 磁带延时单块效果器 它里面就有一个low cut的这个旋流 它的作用就是说 当你在repeat循环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低频 减少或者说不变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减少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经典的磁带延时 的音色 就是说高频突出低频减少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 这个低频不变的话呢 我很可能就会被打脸的了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呢 不是唯一标准 你们可以去参考 但是记得不是唯一标准 那么希望这一期内容 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吧 我们下一期见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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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收皮 口水都干